文佛音 剑佛法 而今天小编要来和大家聊的 则是心理暗示与疾病之间的关系 首先 几乎所有的病症都能在催眠状态下通过暗示引发 这表明了你潜意识的力量 治愈过程只有一个就是信心 治愈力量也只有一个就是你的潜意识 不管你性的目标是真的还是假的 你都会有结果 而你的潜意识对你的心中想法会做出反应 心理暗示是指人接受外界或他人的愿望 观念 情绪 判断 态度 影响的心理特点 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心理现象 它是人或环境以非常自然的方式向个体发出信息 个体无意中接受这种信息 从而做出相应的反应的一种心理现象 心理学家巴普洛夫认为 暗示是人类最简单最典型的条件反射 从心理机制上讲 它是一种被主观意愿肯定的假设 不一定有根据 但由于主观上已肯定了它的存在 心理上便竭力趋向于这项内容 我们在生活中无时不在接收着外界的暗示 比如电视广告对购物心理的暗示 广告信息会进入人们的潜意识 这些信息反复重播 在人的潜意识中积累下来 当人们购物时 人的意识就收到潜意识中这些广告信息的影响 左右你的购买倾向 有人做过实验 分别让两组学生朗读同一首诗 第一组在朗读前 主示告诉他们这是著名诗人的诗 这就是一种暗示 对第二组 主示不告诉他们这是谁写的诗 朗读后立即让学生默写 结果第一组的记忆率为56.6% 第二组的记忆率为30.1% 这说明权威的暗示对学生的记忆率很有影响 当然 它有时也会给人体带来不良的影响 例如甲韵 它是指有的女性结婚后很想怀孕 由于焦虑而十分害怕月经按时来潮 使怀孕失败 由于这种迫切心情 所以当自己月经过期未来 就觉得自己怀孕了 很快又觉得自己开始厌食 恶心 呕吐 喜吃带刺激性的食物 于是到医院就诊 但经医生检查和化验后 发现并不是怀孕 这是因为想怀孕的强烈愿望 及焦虑的心理因素 破坏了人体内分泌功能的正常进行 尤其是影响下丘脑垂体 对卵巢功能的调节 使体内的孕激素增高和排卵受到抑制 从而出现暂时必经的结果 由此我们可以明白 你的大脑功能由意识和潜意识构成 你的潜意识总是不断地听从暗示 而你的潜意识完全控制你的身体功能 状况和感觉 几乎所有的病症都可以通过暗示的诱导 在受试者身上发生 例如通过暗示 你可以在受试人身上进行试验 可以让他发烧 脸红或发冷 你可以让他瘫痪 不能行走 你可以拿一杯凉水 对处在催眠状态下的受试者说 这是杯辣椒水 闻一闻 他就会打喷嚏 人们也注意到 通过整形术 按摩 物理疗法 也能治愈疾病 同样 各宗教团体有时也能治疗疾病 但很明显 所有这些治愈过程都是通过潜意识 当你刮胡子不小心划破了下巴 医生处理过后对你说 好了 没事了 自然会好的 他所说的自然指的是自然规律 也就是潜意识的规律 潜意识的功能也就是自慰的本能 而你最强大的本能 就是进行自我暗示的能力 如果花许多时间 来讨论各宗教派别的理论 不仅乏味冗长 而且毫无结果 他们都声称自己的理论是正确的 其实并非如此 奥地利医生费朗次安东梅斯莫 曾在巴黎行医 他发现用磁铁靠近病人 可以奇迹般的治愈病人 他也曾使用过玻璃块及金属块等 也能治好病 后来他放弃了这种疗法 他认为这是由于动物磁学的原理 理论上来讲是医生身上的物质 投射到病人的身上了 后来他改用了催眠疗法 但其他医生说 这只是暗示疗法并不稀奇 因此对所有的治疗类型 像精神病医生 心理学家 整形 按摩 宗教等 都是在利用潜意识的力量 但都声称是自己的理论正确 信心之所以能产生奇迹 实际上只是一种积极的态度 一种内在的认识 一种思维方法 让潜意识释放的力量 治愈的力量就是信心 因此 如果你选择了一种理论或信仰 你可以放心 如果你信 你就会有结果 著名的瑞士炼金专家 和内科医生菲利普斯 帕拉斯尔萨斯说 不管你所信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你会获得同样的效果 例如 我信奉圣彼得 不管他是一尊雕塑 还是他本人 结果都一样 但那不是迷信吗 是的 信仰产生奇迹 不管信的是真是假 同样产生奇迹 如果你相信圣人的骨头能治病 或你相信什么水能治病 你都会有结果 因为他们对你的潜意识 起了暗示作用 是潜意识治好了你的病 这些事实都清楚地表明 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潜意识不断地服从于暗示的作用 潜意识能控制身体的各功能 感觉及状况 所有这些现象都反映了暗示的作用 也证实了 你就是你想的这一事实 要经常提醒自己 治愈的力量在你的潜意识里 如果内心世界不做出反应 身体是不会生病的 几乎所有的病症都能在催眠状态下 通过暗示引发 这表明了你思维的力量 治愈过程只有一个 就是信仰 治愈力量也只有一个 就是你的潜意识 不管你的信仰目标是真的还是假的 你都会有结果 而你的潜意识 对你的心中想法会做出反应 再讲个故事告诉你 心理暗示的巨大力量 有一名叫做莫里·法瑞德的私人医师 他每天的工作都很忙碌 以至到了关键时刻 常常发现自己缺这缺那 有一次 法瑞德正忙得焦头烂额 一名叫做卡西·杜德利的病人走了进来 从身材上看 杜德利显然是一个惹不起的狠角色 他又高又壮 而且他还经常被职业拳击手请去做陪练 刚一进门 杜德利就敲着医生的桌子大声喊道 该死的 快点给我拿一瓶安眠药 不巧的是 法瑞德发现 安眠药已经全部卖光了 他稍稍动了一下脑筋 最后拿了一瓶没有标签的维生素片 递给了杜德利 做个好梦先生 这原本是一个非常糟糕的行为 但没有想到的是 凭借这瓶维生素 杜德利设了一个好叫 效果就跟吃了真的安眠药一样 这件事情反映出来的道理就是 良好的心理暗示 能够带给人意想不到的效果 对于杜德利来说 他拿到的并不是什么安眠药 但到最后他能够安安稳稳地睡下来 而且睡得很好 这和他的主观意识 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在他看来 大夫是可靠的 那么自己在服用大夫给的安眠药之后 也一定能够得到一个良好的睡眠 因此 在这样的心理暗示之下 杜德利不断地提醒自己 最后真的达到了深度睡眠的效果 针对这一现象 医学界给出的理论是 人脑当中会自动产生 内非态和镇定素 这些化学物质 对于止痛催眠 有着非常不错的效果 当一个人受到良好的心理暗示后 脑垂体和脑下丘体 就会受到极大刺激 加大上素物质的分泌 最后就能让人顺利进入梦乡 实际上 人在身心愉悦的时候 免疫系统就会得到强化 失眠现象也就能够随之削减 而反过来 良好的睡眠 对于一个人的健康 也有着非常积极的影响 在这样的情况下 人体处于一种健康的良性循环之中 身体状况自然也就会越来越好 杜德利的故事 也只是一个自我暗示的例子 在大多数情况下 人们受到的暗示 都应当属于非自我心理暗示 单纯从效果上来说 不论暗示效果的始发点处于哪里 他们的效果都相差无几 法国著名心理学家 金牌医生艾米尔·库埃 从人在幼儿阶段的表现着手 通过幼儿的提哭 向人们揭示了有关暗示的秘密 库埃医生指出 关于暗示效应 其实在一个人的幼儿期就已经形成了 在他看来 当一个人还处于幼儿期的时候 往往会通过哭泣来对自己眼下的处境提出抗议 在这样的情况下 妈妈就会将他从摇篮当中抱出来安慰一番 等孩子停止哭泣之后 大人会再一次将他放回摇篮里 当然在摇篮里待久了 这个孩子就会再一次陷入哭泣之中 当类似情况多次降临的时候 大人就会听任孩子的啼哭 不再将他从摇篮当中抱出来 在这种情况下 幼儿的哭声就会越来越微弱 直至最后完全停止下来 哭泣一声细致地分析了这种现象 最后解释说 人在一出生的时候 就已被暗示所包围了 等他产生某种愿望的时候 他就会通过哭闹等一系列手段 来为自己争取目标的达成 至于哭泣是不是能够帮助自己达成所愿 这实际上是自我暗示和非自我暗示的共生物 大人抱起哭泣的婴儿 这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自我暗示 后来这个孩子停止哭泣 则是受到了自我暗示的影响 因此 酷安医生认为 无论暗示的源头来自何处 他对一个人产生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 通过上面的视力和分析 我们会发现 心灵暗示在人们出生时就开始发挥作用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 暗示力是神奇的 运用得当 它可以让你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 走向更加美好的人生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